欢迎收听由蓝狮子出品的《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作者吴小波 演播小溪 上节我们说到 中国今年发表了一封攀晓的长信 引起了极大的共鸣 同时也招致激烈的攻击 这样的讨论对一个封闭日久的社会 无疑带有很大的颠覆性 它让人们开始怀疑现有生存状态的意义和价值 对未来的生活产生前所未有的憧憬和谋划 日后创办了中国最大的饮料公司之一的 广东乐百市集团创始人阿博全回忆说 当时是中山县小揽镇团干部的她 与一位女孩在一起热烈的讨论过这个话题 正是攀晓来信 让她重新审视和规划自己的人生 那个女孩后来成了她的妻子 从攀晓现象大讨论中 人们体会到开放与变革已经渐渐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旋律 它的演变路径将十分曲折 但是前行的方向却似乎已不可逆转 到八月 一个被隐瞒了大半年的重大企业事故突然遭到处理 这无疑又成为当年最引人注目的新闻事件 这个企业事故是发生于上一年11月24日的渤海二号钻井船翻尘事故 在那次恶性事件中 因为管理和指挥上的不当 造成72名石油工人的死亡 公布的材料显示 渤海二号钻井船从国外购买后 在七年时间里 很多技术资料和操作规程都没有被翻译过来 工人对科学操作根本没有概念 而上级则动不动搞大会战或打类比武 用过去搞政治运动中的某些不适当办法来搞生产建设 在帆船事件发生后 各个管理层面又互相推诿 一直延误了抢救时间 让七十多个工人活活被冻死在海上 国务院以一种超乎寻常的高调来处理 渤海二号事件 全国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对此进行了声讨式的报道 石油部长被免职 主管石油的副总经理 五十年代大庆会战的工程康世恩被公开处以 即大过处分 在石油部的公开检讨中甚至还披露 自一九七五年以来 海洋局曾经发生各类大小事故 一千零四百二十起 其中重大事故三十三起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严肃对待 对渤海二号事件的高调处理 在当时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 他似乎在预告过去那种运动式 政治运动式的经济工作方式已不适用 从长远看 这次舆论大攻击 象征性的终结了文革时代 那些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经济发展理念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石油工人吼一吼 地球也要抖三抖的口号 渐渐淡出主流媒体 人们开始用科学和管理的思路 来领导和治理自己的企业 当然 这仅仅是观念转变的开始 他还将经历十分漫长的过程 对于企业经营来说 知道科学与管理的重要性是一个问题 而什么是科学 如何掌握科学 则是另一些更重要的问题 在中国企业史上 渤海二号不是最严重的一次事故 但在当时却被举国讨之 除了国家要用严格的管理手段之外 更有媒体人和文化人的顺势跟进 新华社记者杨继生 在发给全国媒体采用的新闻通稿 渤海二号翻成真相中写道 在我们国家里就有这样一种不合理的制度 了解情况的人无权做决定 做决定的人又不了解情况 而温和的女书人舒婷 则写作了传颂一时的风暴过去之后 最后我衷心的希望 未来的诗人们 不再有这种无力的愤怒 当七十二双 长满海藻和红珊瑚的眼睛 紧紧盯住你的笔 很显然 在1980年 渤海二号事件 已经由一起企业事故 演变成一场 重击观念和人文反思的事件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步伐 在悄悄的加快 1979年年底 第一批三千箱瓶装可口可乐 由香港发往北京 发货方是香港五丰行 在经过了试探性的销售之后 美国方面进而提出 向中良公司赠送一条 每分钟生产 三百瓶可口可乐的瓶装线 并达成了一项 为期十年授权中良公司 独家使用可口可乐商标 在中国大陆生产销售产品的协议 一个戏剧性的情节是 最初中良很希望第一条生产线 设在上海郑广河汽水厂 这是一家创办于1864年的老牌工厂 谁知道 这项提议竟遭到了上海方面 坚决而强烈的抵制 有关报刊发表文章和群众来信 指责中良此举是卖国主义 养奴哲学 引进可口可乐就是引进了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 生活方式 就是打击民族工业 中良公司只好转而退居北京丰台 由这条生产线上下来的可口可乐 主要供应旅游饭店 但很快这一市场就饱和了 经国家商业部批准 1982年年初 剩余的可口可乐开始在北京市场进行内销 对于那些日后将彻底扭转中国公司命运的变化 仍然在体制外艰难的萌芽 对于1980年的鲁冠球来说 这一年他获得的最大胜利 是他第一次挤进了计划内的序列 这个事情在现在看来可以算得上是一场意外 年初鲁冠球做了一个决定 他把挂在厂门口的七八块厂牌都一一撤了下来 最后只剩下一块 萧山万象劫场 他是那种直觉很好的人 这几乎是所有草创企业家的共同天赋 在跌打滚爬了十年之后 他决心今后只把精力投放到一个产品中 那就是汽车的一号零配件 万象结上 他自己兴冲冲的背着产品去参加行业交易会 结果被人轰了出来 因为除了国营工厂 别的企业都一律不得入内 鲁冠球当然不会就此甘心 他在会门口偷偷的摆摊销售 他带去的万象节 已低于国营工厂百分之二十的价格出售 因而受到欢迎 他像土拨鼠一样的悄悄扩大着自己的地盘 为了让制造出来的产品真正占领市场 鲁冠球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决心 这一年夏天 安徽无虎的一家客户寄来退货信 说是发给他们的万象节 有部分出现了裂文 鲁冠球当即组织三十个人 去全国各地的客户处盘查轻货 结果竟背回来三万多套万象节 鲁冠球把全厂工人全部召集起来 然后自己第一个铁着脸 背起装满废品的草包 朝宁为镇上的废品回收站走 这三万多套万象节 被当作六分钱一斤的废铁 全部卖掉 工厂因此损失四十三万元 这在当年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 鲁冠球的这次近乎传奇的行动 让他领导的乡镇企业开始具备其大工业的气质 当年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要确定三家万象节的定点生产工厂 在全国五十六家万象节生产厂中 萧山万象节厂是唯一的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 他原本连参与评选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鲁冠球四处运作 硬是让北京的专家评审组把他列入了参评的对象 最后竟通过了审定 称为三家定点工厂之一 这一次定点的确定对于鲁冠球来说是决定性的 他让这家身份低微的企业开始被主流工厂认可 万象节是一个并不很大的行业 鲁冠球的胜利似乎预示着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体制外的民营企业有机会凭着机智的灵活和技术上的优势 在某些冷门的行业获得成功 计划看上去是那么的严密 却可能被灵活的小家伙们一举突破 这个道理将在日后一再的应验 跟杰里斯开计划口子的鲁冠球一样 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和广东潮汕 广东珠三角洲一带 越来越多的乡土工厂展现出他们超乎寻常的活力 一位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去福建石师和广东南海采访 他在发回去的报道中说 实施的小商品贸易和南海民间的小五金 小化工 小塑料 小纺织 小野炼 小加工 像野草一般满世界的风涨 浙江的温州 地处偏远 多年不通火车 交通极其不便 耕地更是稀少 人均只有两分多一点 因而这里的农民百年来有离开土地和外出求生的冲动 1979年之后 这里的乐清 苍南一带 突发走私狂吵 一艘一艘的走私渔船 把境外的服装 小家店 小五金等 投运进来 在一些偏僻的小码头 形成走私交易市场 当地政府 法不责重 只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于是 这些走私货 变成了文革后 第一代 烧成规模的商品 集贸市场的重要来源之一 那些前来采购 包括走私在内的大胆商贩 和背着这些商品 出走兜售的温州人 则成了改革初期的 第一代商人 资料显示 到1980年前后 温州的个体工商户 已经超过3000个 在交易活跃的一些阵级 如乐清的柳氏等 相继出现了一些 专业的制造作坊 那些较有规模者 在当地被冠以大王的称号 如电气大王胡金林 螺丝大王刘大元 矿灯大王常布清 线轩大王郑祥清等 这些人的资产 在当时都已过十万元 生产的产品质量 大抵可以与国营工厂有一拼 与鲁冠球不同的是 这些大王和他们的企业 从一开始就是私人性质 除了温州和珠三角的少数地区 在当时国内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因走私而完成灰色的原始积累 是当年东南沿海乡土经济萌芽 的重要推动因素 这一点始终未被学界注意到 1980年前后 全国走私最猖獗的地方 一是浙南温州台州地区 二是广东的潮汕地区 他们也因而称为当时商品经济起步最快 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区域 新华社记者魏运恒 曾这样描述福建沿海的走私景象 当时每天停泊和游异于 东沙岛海域的港台走私船 达几十艘 前往交换私货的大陆走私船 则多达上百艘 电子表和尼龙布料 涨潮般涌进内地 黄金和银元则潮退般滚滚外流 成千上万的群众如痴如狂 沿海城乡 形成了好几个远近文明的 私货集散市场 就在珠江三角洲和温州等地的地下工厂 如杂草般分生的时候 在中心城市或次中心城市 具有个体色彩的经济活动 还显得那么小心翼翼和辽弱星辰 长期的计划经济 让人们已经习惯在一种格式化的 有纪律和有组织的环境中生活 一旦要脱离那种惯性 往往需要极其巨大的外力或勇气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那些从事个体商业活动的人 绝大多数来自社会底层 他们是失业者 反称人员 有形式前科的人和低文化程度者 这些人被排挤在温暖的 有保障的体质之外 在无可奈何之际 被迫走上了经商和创业的道路 在乌鲁木齐 走投无路的16岁辍学少年 唐万新 跟随大哥唐万里 办起了一家照相洗衣店 谁也没有料到二十多年后 他会从这个偏远城市出发 打造出一个市值高达 一千两百亿元的德龙帝国 在北京 一个叫刘贵仙的中年妇人 则意外的领走了全城的第一张 个体餐馆执照 刘贵仙是幼儿园的一个勤杂工 家里有五个孩子 因为实在生计艰难 便动起了开小贩铺的念头 他的餐馆开在东城区翠花胡同 取名阅宾餐馆 现在已经没有资料可以显示 为什么北京市会选中 这个没有背景的妇女 来开第一家个体餐馆 开业的第一天 去工商局局长专门跑来 告诫刘贵仙 哎呀 这可是上面批的第一家个体饭馆 你要好好开 千万别给政府抹了黑 刘贵仙开店实在不容易 在当时几乎所有的食品 粮食 油 鱼 肉 禽 蛋 全都是平票供应的 为了帮他弄到豆腐票 猪肉票和粮票等 东城区动员了工商局 粮食局 餐饮服务公司等部门 为阅宾餐馆特别开小灶 只有这样 刘贵仙的小餐馆才不至于关门大吉 因为是京城第一家个体餐店 每天都有很多外国记者来拍照采访 而提的问题大体疑虑 这饭店是你自己开的还是政府要你开的 你担心自己将来挨披豆吗 你挣了钱会不会被别人拿走 事实上 这些问题 刘贵仙自己也很想找一个人问问清楚 第二年的大年三十 两个大人物来到了阅兵餐馆 陈木华和姚依林 两位副总理亲自来给他拜年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 一个新的身份名词开始在城市里流行 个体户 他指的是像刘贵仙这样 没有国家保障 自主创办小店小铺的人 他听上去似乎百味杂产 有蔑视 有同情 也有小小的对自由身的暗幕 作为全北京的第一家个体餐馆 刘贵仙的事业从来就没有走出过翠花胡同 三十年后 人们依然可以在那条狭长而日渐衰旧的胡同里 找到那家小小的只放得下七八张八仙桌的餐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